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忘记你的成功 台湾知名的米其林主厨 江振臣分享 之前他刚要结束在新加坡的 法师餐厅并准备回台湾 当时餐厅的储藏室 摆满了他十年来 获得各种奖杯和奖牌 在整理心理时 同时问他该如何打包这些奖项 江振臣回答说 这些我都不带回台湾 听到他这么说后 却没有人敢动手 因为这些奖项 可是代表了主厨多年来的 心血成就 但江振臣却说 留下这些奖项并不可惜 拿到奖杯虽然重要 因为奖杯肯定了那段时间的努力 但在成功的下一秒就应该忘记他 因为成功不该是让我们停滞不前的原因 这个信念也反映江振臣的工作上 他对待料理一样 从不保留食谱 不重复过去的菜色 对他而言 每一道菜都只是存在于当下的创作 想进步就要学习放下 敢于舍弃曾经的辉煌 才能再次创造巅峰 我们每天品尝不同的食物 对好吃的定义不断进步 就像现在看十年前的料理 就会觉得好可怕 但当时却不断地对人说 这有多好 江振臣认为 唯一要坚持的只有初心 进步就是不断地忘记 让料理的基因传承 而味觉的演绎 则需要与时俱进 最后他说 忘记是为了拥抱心的更好 得过的奖 做过的菜 不该成为束缚我们的枷锁 亲爱的朋友 你也是一位忘记成功 不断前进的人吗 故事中的江振臣 他没有沉浸在过去的成功 而是将他丢弃 好让自己能够 不断地进步与时俱进 也因此 就成为了 永不被淘汰的心急主厨 原来要成为卓越的秘诀 就是要保持不断更新的态度 一个敞开宽容的态度 会让我们更快接受新事物 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新的季节 我们要感谢上帝过去给我们的祝福 感谢上帝过去赐下的恩典 但更重要的是上帝要问你 最近你容许我在你身上做什么新事呢 在圣经中上帝曾说过一句话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看到了吗 上帝要做的事超过你的想象 你的认知 你过去的经验 上帝盼望我们敞开心怀 天天更新 因为他永远不受过去限制 他还有更大更新的工作等着你啊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忘记过去的成功 竭力地往前奔跑吧 别让过去的成功 成为限制我们进步的枷锁 今天 愿上帝来更新你的眼光和态度 使你在面对成功和失败上 都能有正确的心智 那就是上帝永远有新的事要做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保有一个柔软弹性 不断更新的心 上帝的工作就没有限制 他能够使用你 与你一起完成那又大又难的事 而你也必在其中认识上帝的全能 活出一个无限可能的人生 败坏之仙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制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